譬如說我們兩個要學樂器 可是就 就會都想要學哪個樂器 譬如說他一開始想學吉他 我就說我也想學吉他 可是 就一起學啊有什麼關係 家長的心態會覺得說 這樣兩個去學同樣的東西 比較有點浪費這樣子 應該多元發展 可是我們 多元發展 對 我們一開始就很爭的某 就是某樣東西 那最後誰爭到學吉他的 最後哥哥學吉他 可是我學鼓 但是我們發現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後來變得說可以 是一個樂團這樣子出去玩 對 這樣也不錯 對 這也是好 不要重複嘛 不玩一樣的東西啊 然後互相還可以在彼此學 像他讀商科 我讀工科 我們也可以交流一些在學校 學到的心理 你們有互換去上課嗎 我很想換到他的班級 因為他的班級只有三個男生 其他全部都女 而我的班級裡面只有三個女生 其他全部都是男生 好有趣喔他們 其實我們原本也是讀同一個科系 是後來我們也是決定說 另外一個去學別的東西 這樣會比較好 他們都要完全分開 越來越不一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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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